大家好,我是刘伟医生 说起来癌症,大家都非常害怕 觉得癌症就像洪水猛兽 生怕自己会患上癌症 很多朋友平时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起到预防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科普几个 平时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外部因素 对于预防癌症会有一定的效果 第一就是吸烟 咱们都知道烟草中还有大量的致癌物质 不仅容易导致肺癌的出现 另外对其他癌症很容易增加发病率 比如说膀胱癌 另外吸烟的患者和不吸烟的患者 通过权威调查肺癌的几率是相差20倍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早戒烟 第二是空气污染 近年来咱们空气质量比较差 特别是冬天雾霾比较严重 所以说出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戴好口罩 第三个是大量的饮酒 饮酒刺激到食管胃 从而会导致这些食管癌 胃癌的发生 而且酒精需要在肝脏内进行代谢 所以饮酒过多会导致肝阴化 甚至会出现肝癌 所以大量饮酒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第四是化学性致癌物 比如说有些朋友在工厂里面上班 不注意防护就容易患癌 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饮食 比如说长期吃一些腌制的食品 或者是一些不合格的食品 添加剂过多 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 不能吃太多了 第五个是长期的感染炎症 比如说肝炎 乙性肝炎它会导致肝癌的发生 一些优肺螺旋肝菌会导致乌鱼癌的出现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点击视频下方的关注 关注我 关注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